第二十五回 王婆记错西门庆 银妇要阵五大郎 诗曰 可怪狂夫炼野花 银滩银色受波茶 王身丧己皆因此 破叶轻姿总为他 半上风流有何意 一般滋味不须夸 踏实或起萧墙内 血污游魂更可结 话说当下 韵哥被王婆打了这几下 心中没出气处 提了雪梨栏 一静奔来街上 直来寻五大郎 转了两条街 只见五大敲着吹饼袋 正从那条街上来 韵哥见了立住了脚 看着五大道 这几时不见你 怎么吃得肥了 五大膝下袋道 我只是这般模样 有什么吃得肥处 韵哥道 我前日要敌些卖肥 一地里没敌处 人都道 你屋里有 五大道 我屋里又不养额鸭 哪里有这卖肥 韵哥道 你说没卖肥 你怎的站得肥达达的 便颠倒提起你了也不妨 煮你在锅里也没气 五大道 韩鸟胡孙 你骂得我好 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 我如何施压 韵哥道 你老婆不偷汉子 只偷子汉 五大扯住 韵哥道 还我主来 韵哥道 我笑你只会扯我 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 五大道 好兄弟 你对我说是误谁 我把十个吹饼送你 韵哥道 吹饼不计事 我只做个小主人 请我吃三杯 我便说与你 五大道 你会吃酒 跟我来 五大敲了袋 引着韵哥 到一个小酒店里 歇了袋 拿了几个吹饼 买了些肉 讨了一顺酒 请韵哥吃 那小司又道 酒便不要添了 肉再切几块来 五大道 好兄弟 你且说与我则个 韵哥道 且不要慌 等我一发吃了 却说与你 你却不要气苦 我自帮你打捉 五大看那猴子 吃了酒肉 道 你如今却说与我 韵哥道 你要得知 把手来摸我头上疙瘩 五大道 却怎的来 有这疙瘩 韵哥道 我对你说 我今日将这一栏雪梨 去寻西门大郎 挂一小钩子 一地里没寻处 街上有人说道 他在王婆茶坊里 和五大娘子 钩子钩得上了 每日只在那里行走 我指望去赚三五十钱时 破奈那王婆老猪狗 不放我去房里寻他 大力豹打我出来 我特地来寻你 我方才把两句话来 我不激你 我不激你时 你须不来问我 五大道 真可有这等事 韵哥道 又来了 我道你是这般的鸟人 那死两个落得快活 只等你出来 便在王婆房里坐一处 你悟悟自问道 真可也是假 五大听罢 道 兄弟 我实不瞒你说 那婆娘每日 去王婆家里 做衣裳 归来时 便脸红 我自己有些遗迹 这话正是了 我如今记了袋 便去捉襟 如何 韵哥道 你老大一个人 原来没些见识 那王婆老狗 什么厉害怕人 你如何出的他手 他须三人 也有个暗号 借你入来拿他 把你老婆藏过了 那西门庆须了得 打你这般二十来个 须捉他不着 干吃他一顿拳头 他又有钱有事 反告了一纸状子 你便用他吃一场官司 又没人做主 干结果了你 五大道 兄弟 你都说的是 却怎能出这口气 韵哥道 我吃那老猪狗打了 也没出气处 我教你一招 你今日晚些归去 都不要发作 也不可说 自指做每日一般 明朝便少 做些吹饼出来卖 我自在巷口等你 若是借西门庆入去时 我便来叫你 你便挑着袋 只在左近等我 我便先去惹那老狗 必然打我时 我先将篮丢出街来 你却抢来 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 你便只顾奔入房里去 叫起驱来 此计如何 武大道 武大道 既是如此 却是亏了兄弟 我有数贯钱 拔与你去迪米 明日早早 来此时接巷口等我 韵哥得了数贯钱 几个吹饼 自去了 武大还了酒钱 挑了袋 自去卖了一遭归去 原来这妇人 往常时只是骂武大 百般地欺负她 近日来也自知无理 只得窝盼她歇个 当晚武大挑了袋归家 也只和每日一般 并不说起 那妇人道 大哥买人酒吃 武大道 却才和一般经纪人 买三碗吃了 那妇人安排晚饭 与武大吃了 当夜无话 次日饭后 武大只做三两扇吹饼 安在袋上 这妇人一心 只想着西门庆 哪里来理会武大 做多做少 当日武大挑了袋 自出去做买卖 这妇人 八不能够她出去了 便学过王婆房里来 等西门庆 且说武大挑着袋 出到紫石街巷口 迎见运哥提着篮 在那里张望 武大道 如何 运哥道 早些个 你且去卖一遭了来 他七八分来了 你只在左近处四后 武大云飞也去卖了一遭回来 运哥道 你只看我篮儿撇出来 你便奔入去 武大四把袋寄了 不在话下 虎有昌兮 鸟有梅 暗中牵线 自施围 运哥只劫西门庆 他日分尸 静默直 却说运哥提着篮 走入茶房里来 骂道 老猪狗 你昨日做什么便打我 那婆子旧姓不改 便跳起身来喝道 你这小狐孙 老娘与你无干 你做什么又来骂我 运哥道 便骂你这马伯六 做牵头的老狗 指什么屁 那婆子大怒 揪住运哥便打 运哥叫一声 你打我 把篮儿丢出当街上来 那婆子却在揪他 被这小猴子叫声 你打时 就把王婆腰里带个住 看着婆子小肚子上 只一头撞将去 争心跌倒 却得婢子爱住 不倒 那猴子死顶住在壁上 只见五大裸起衣裳 大踏步只抢入茶房里来 那婆子见了是五大来 急待要拦当时 却被这小猴子死命顶住 哪里肯放 婆子只叫得 五大来也 那婆娘正在房里 坐手脚步迭 先奔来顶住了门 这西门庆便钻入床底下躲去 五大抢到房门边 用手推那房门时 哪里推得开 口里只叫得 做得好事 那妇人顶住着门 荒作一团 口里便说道 先尝试 只如鸟嘴 卖弄杀好拳吧 提上尝试 便没些用 见个直虎 也下一跤 那妇人这几句话 分明叫西门庆来打五大 夺路了走 西门庆在床底下 听了妇人这几句言语 提醒她这个念头 便钻出来说道 娘子 不是我没本事 一时间 没着质量 便来拔开门 叫声 不要来 五大却带要揪她 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 五大短矮正踢中新窝里 扑得望后便倒了 西门庆剑踢倒了五大 打闹里一直走了 运戏 运戏剑不是话头 撇了王婆撒开 街放临舍 都知道西门庆了得 谁敢来多管 王婆当时就地下扶起五大来 见她口里吐血 面皮腊渣 也似黄了 便叫那妇人出来 摇完水来 就得苏醒 两个上下肩掺着 便从后门扶归楼上去 安排她床上睡了 当夜无话 此日西门庆打听得没事 依前自来和这妇人坐一处 直指望五大自死 五大一并五日 不能够起 更见要汤不见 要水不见 每日叫那妇人不应 又见她浓妆淹抹了出去 归来时便面延红色 五大即便气地发昏 又没人来踩着 五大叫老婆来吩咐道 你做得够当 我亲手来捉着你肩 你倒挑拨肩负 提了我心 至今求生不生 求死不死 你们却自去快活 我死自不防 和你们争不得了 我的兄弟五二 你须得知他性格 他或早晚归来 他肯甘休 你若肯可怜我 早早服侍我好了 他归来时 我都不提 你若不肯去我时 待他归来 却和你们说话 这妇人听了这话 也不回言 却学过来一无一时 都对王婆和西门庆 说了 那西门庆听了这话 却似提在兵印子里 说道 苦野 我须知景阳岗上 打虎的五都头 他是青河县 第一个好汉 我如今 却和你眷恋日久 情浮一和 却不嫩地理会 如今这等说时 却是怎得好 却是苦野 王婆冷笑道 我倒不曾见 你是个把舵的 我是个衬船的 我倒不慌 你倒慌了手脚 西门庆道 我枉自做了男子汉 到这般去处 却摆布不开 你有什么主见 遮藏我们泽个 王婆道 你们却要长做夫妻 短做夫妻 西门庆道 甘娘 你且说 如何是长做夫妻 短做夫妻 王婆道 若是短做夫妻 你们只就今日便分散 等五大江西好了起来 与他赔了话 我二归来都没言语 待他再差事出去 却再来相约 这是短做夫妻 你们若要长做夫妻 每日同一处 不担惊受怕 我却有一条妙计 只是难教你 西门庆道 甘娘 周全了我们泽个 只要长做夫妻 王婆道 这一条妻 用这件东西 别人家里都没 天生天化 大官人家里 却有 西门庆道 便是要我的眼睛 也万来与你 却是什么东西 黄婆道 如今这岛子病得重 趁他狼狈里 便好下手 大官人家里 去些砒霜来 却叫大娘子 自去熟一贴 心疼的药来 把这砒霜下在里面 把这矮子结果了 一把火 烧得干干净净的 没了踪迹 便是我二回来 待赶怎的 自古道 扫书不通问 出嫁从亲 再嫁游身 阿叔如何管的 暗地里来往 半年一载 便好了 等待 夫孝满日 大官人娶了家去 这个 不是长远夫妻 偕老同欢 此机如何 西门庆道 赶娘 此机神妙 自古道 欲求生快活 须下死功夫 罢罢罢 一不做 二不休 王婆道 可知好嘞 这是斩草除根 萌芽不发 若是斩草不除根 春来萌芽再发 官人便去取些披霜来 我自教娘子下手 事了时 却要重重地谢我 西门庆道 这个自然 不消你说 有诗为证 云情羽翼 两绸缪 脸色梅花 不肯修 毕竟难逃 天地眼 武松环侃 二人头 且说西门庆 去不多时 包了一包 砒霜来 把羽王婆收了 这婆子 却看着那妇人道 大娘子 我教你下药的法度 如今武大 不对你说道 叫你看活他 你便把些小印 贴脸他 他若问你讨药吃时 便把这披霜 调在心痛药里 待他一觉 生动 你便把药灌 浆下去 却便 走了起身 他若毒药 转食 必然肠胃蹦断 大叫一声 你却把背之一盖 都不要人听得 玉仙烧下一锅汤 煮着一条抹布 他若毒药发时 必然蹊跷内流血 抠唇上 有牙齿咬的痕迹 他若放了命 便揭起背来 却将煮的抹布一开 都没了血迹 便入在棺材里 扛出去烧了 有什么鸟事 那妇人道 好却是好 只是奴 手软了 临时安排不得失手 王婆道 这个容易 你只敲鼻子 我自过来蹿跺你 西门庆道 你们用心整理 明日五更 来讨回报 西门庆说罢 自去了 王婆把这披霜 用手碾为细末 把与那妇人 拿去藏了 那妇人却学将归来 到楼上看五大石 一丝眉两气 看看待死 那妇人坐在床边假哭 五大道 你做什么来哭 那妇人 那妇人试着眼泪 说道 我的一时间不适了 这家来亦不提起 快去赎药来 救我 走 那妇人拿了些铜钱 竟来王婆家里坐地 却叫王婆去赎了药来 拔到楼上 叫五大看了 说道 这贴心疼药 太医叫你半夜里吃 吃了倒头 把一两床背发些汗 明日便起得来 五大道 却是豪爷 伤手大嫂 今夜醒睡些个 半夜里调来我吃 那妇人道 你自放心睡 我自服侍你 看看天色黑了 那妇人在房里点上碗灯 下面先烧了一大锅汤 拿了一片抹布 煮在汤里 听那根骨石 却好正打三根 那妇人先把毒药 清在盏子里 却咬一碗白汤 拔到楼上 叫声 大哥 药在哪里 五大道 在我席子底下枕头边 你快调来与我吃 那妇人接起席子 将那药 抖在盏子里 把那药贴安了 将白汤冲在盏内 把头上银盘 指一脚 调得匀了 左手扶起五大 右手把药 面灌 五大瞎了一口 说道 大嫂 这药好难吃啊 那妇人道 只要她医治得病 管什么难吃 五大在下第二口时 被这婆娘救世之一罐 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 那妇人便放倒五大 慌忙跳下床来 五大哀了一声 说道 大嫂 吃下这药去 肚里倒疼起来 苦啊 苦啊 倒当不得了 这妇人便去叫后 扯过两床背来 披帘纸 顾盖 五大叫道 我也气闷 那妇人道 太医吩咐 叫我与你发泄汗 便好得快 五大再要说时 这妇人怕她挣扎 便跳上床来 骑在五大身上 把手紧紧地按住背脚 哪里肯放心松 正似 油肩肺腑 活了肝肠 心窝里如雪 任相亲 满腹中似 钢刀乱脚 痛呱呱 咽声蹊跷 直挺挺 鲜血模糊 浑身冰冷 口内咸流 牙关紧咬 三魂 父王死成中 喉管枯干 漆破 头望向台上 地狱新天 食毒鬼 阳间没了 捉奸人 那五大当时 挨了两声 喘息了一回 肠胃蹦断 呼呼哀哉 身体动不得了 那妇人接起背来 见了五大咬牙 怯齿 蹊跷流血 啪僵起来 只得跳下床来 敲那鼻子 王婆听得 走过后门头咳嗽 那妇人便下楼来 开了后门 王婆问道 了也未 那妇人道 了便了了 只是我手脚软了 安排不得 王婆道 哎呀 有什么难处 我帮你便了 那婆子便把衣袖 卷起 咬了一桶汤 把抹布撇在里面 多上楼来 卷过了背 先把五大嘴边 唇上都抹了 却把七窍 淤血痕迹 示尽 便把衣裳 盖在尸上 两个从楼上 一步一多 扛江下来 就楼下 江扇旧门停了 与他梳了头 戴上金泽 穿了衣裳 取双鞋袜 与他穿了 将片白卷盖了脸 剪床干净被 盖在死尸身上 却上楼来 收拾得干净了 王婆自转将归去了 那婆娘却好好地 家哭起 养家人来 看官听说 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 有三样哭 有泪有声 未知哭 有泪无声 未知气 无泪有声 未知豪 当下那妇人 干嚎了半夜 四早五更 天色未小 西门庆奔来讨信 王婆说了背戏 西门庆取银子 把与王婆 叫买棺材金送 就呼那妇人商议 这婆娘过来 和西门庆说道 我的五大 今日已死 我只靠着你 做主 西门庆道 这个何须的你说 费心 王婆道 只有一件事 最要紧 地方上团头 和酒书 她是个 惊喜的人 只怕她 看出破绽 不肯练 西门庆道 这个不妨 我自吩咐她便了 她不肯 唯我的言语 王婆道 大官人 便用去吩咐她 不可迟悟 西门庆 许了 到天大明 王婆买了棺材 又买些香烛纸钱之类 归来与那妇人 做羹饭 点起一对 随身灯 临设房箱都来调问 那妇人 须掩着坟帘假哭 众街坊问道 大郎因肾病患 便死了 那婆娘答道 因患心疼病症 一日日月中了 看看不能够好 不幸昨夜三更 死了 又耿耿 夜夜家哭起来 众林社明知道 此人死得不明 不敢死问他 只自人情劝道 死自死了 活得自安过 娘子生烦恼 那妇人 只得假印 谢了 众人 各自散了 王婆 娶了棺材 去请团头 和酒书 但是入恋用的 都买了 并家里 一应物件 也都买了 就叫了两个和尚 晚些半龄 多样时 和酒书 先拨几个火家 来整顿 且说和酒书 到四排时分 慢慢地走出来 到紫石街巷口 迎见西门庆 叫道 和酒书何王 和酒书答道 小人只居前面 脸着卖吹柄的 武大郎尸首 西门庆道 借一步说话则个 和酒书跟着西门庆 来到转角头 一个小酒店里 坐下在阁内 西门庆道 和酒书请上座 和酒书道 小人是何者之人 对官人一处坐地 西门庆道 酒书何故见外 且请坐 二人坐定 叫取瓶好酒来 小二一面 铺下菜书 果品 按酒之类 即便筛酒 和酒书心中一记 想到 这人从来不曾和我吃酒 今日这杯酒 必有蹊跷 两个吃了一个时辰 只见西门庆去袖子里 摸出一定十两银子 放在桌上 说道 酒书休闲轻微 明日别有愁谢 和酒书插手道 小人无半点用功效力之处 如何感受大官人 见此银两 若是大官人 便有使令小人处 也不感受 西门庆道 酒书休要见外 轻收过了却说 和酒书道 大官人 但说不妨 小人一听 西门庆道 别无甚事 少客 他家也有些辛苦钱 只是如今 练武大的尸首 凡百事周全 一床紧被 遮盖泽个 别不多言 和酒书道 使这些小事 有甚厉害 如何感受银两 西门庆道 酒书不受时 便是推却 那和酒书自来惧怕 西门庆是个雕徒 把持官府的人 只得瘦了 两个又吃了几杯 西门庆呼酒宝来 记了账 明日来铺里之前 两个下楼 已同出了殿门 西门庆道 酒书记心 不可泄露 改日比也有报效 吩咐吧 一静去了 和酒书心中一记 肚力寻思道 这件事 却又作怪 我自去练武大郎尸首 他却怎的 与我许多银子 这件事 必定有蹊跷 来到武大门前 只见那几个伙家 在门首四后 和酒书问道 这武大 是肾病死的 伙家答道 他家说 还心疼病死的 和酒书 接起帘子入来 王婆接着道 久等阿叔多时了 和酒书应道 便是有些小事 绊住了脚 来迟了一步 只见武大老婆 穿着鞋 素蛋衣裳 从里面 假枯出来 喝酒书道 娘子生烦恼 可上大郎 归天去了 那妇人 虚掩着泪眼道 哎 说不可禁 不想招夫心疼 正后 几日子 便休了 别的奴 好苦 和酒书上上下下 看了那婆娘的模样 口里字暗暗地道 我从来只听得说 武大娘子 不曾认得她 原来武大 却讨着这个老婆 西门庆这十两银子 有些来历 和酒书 看着武大尸首 接起千秋帆 扯开白卷 用五轮八宝 泛着两点神水眼 定睛探视 和酒书大叫一声 望后便倒 口里喷出血来 但见 指甲青唇口子 面皮黄 眼无光 为之五脏如何 先见四肢不举 正是 身如五骨 闲山月 命似三更 游尽灯 毕竟和酒书 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 分解